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几年 核二还有核三场也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不论2025非核家园的目标是否能够顺利达成 台湾核废料要怎么处置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独立特派员从这个礼拜起将会推出核废核从的系列报道 我们要从芬兰 瑞典还有南韩的经验 来看核废料最终处置的他山之石 首先我们来看看北欧的芬兰 这个人口只有550万的小国 现阶段的能源有25%来自核能发电 而且他们还要再增加两个核电厂 芬兰从1983年开始 计划新建用过核燃料的永久处置厂 这个核废料的永久处置厂 就位于核电厂地下400多公尺深的隧道中 我们现在就带您进入这个地底深处的核废永久处置厂 从地表到这个400多公尺深的隧道里头 得开车花上将近20几分钟的时间 高阶的核废料也就是使用过的核燃料棒 将会被放到这个用筒做的胶囊容器中 周围填充棚润土 然后埋到地底 这个处置计划将会让用过的核燃料 在地底长眠10万年的时间 目前已经进入最后施工 预计2024年开始处置核燃料 来看独立特派员记者 林真如 赖振元 来自芬兰的现场报道 现在我们在290米里 我们还在这里 中间的工具 这些工具放到它 它稍微放到它 然后它进入 然后你放检浓的酱油 在底下 然后你放检浓的酱油 像是红豆浓的酱油 在这里 我们有两个小时期 一个低级的核燃料 一个一个低级的核燃料 人们其实是挺胃的 因为你对有解决于货币你所发生的 你对未来的年轻人去照顾它 戴上副有耳罩的安全帽 公是独立特派员前进芬兰 深入全世界第一个 用过核燃料的永久处置厂 安哥罗 要进入核废料的永久处置厂 必须要全副武装 我现在已经戴好安全帽 穿好反光背心 还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手电筒 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 还要有这个紧急逃生用的呼吸器 永久处置厂位于地底深处 如果发生火灾 得用呼吸器争取逃生时间 所有人员穿戴好装备 完成安全讲习后 才能出发前往隧道 通过重重警戒靠近入口时 为了保密必须先关掉摄影机 直到进入安哥罗 每前进一千公尺就下降一百公尺 安哥罗是芬兰语代表洞穴 未来芬兰用过的核燃料 将长眠在地底的洞穴里 首先我们把核燃进去 然后我们把核燃掉 芬兰两家核电公司合组 Posiva公司 从2004年开始建造安哥罗 15年来这里做过上千种试验 现在我们在290米的地底 我们仍然往深深地 隧道的避免布满各式监测仪器及管线 安哥罗每年只对国际媒体开放三次 这回同行的还有来自荷兰 瑞典 德国及俄罗斯的媒体 越往地底深处 车上的人越摒弃宁神 仔细记录着安哥罗 如何写下人类处理核废料的历史 我们花了20分钟才来到隧道的最底端 而这里距离地面有400公尺深 2015年之前 安哥罗只是个研究隧道 取得建筑许可之后进入建造期 未来420公尺深的主隧道底端 会往外延伸 再挖出200个像这样的横向隧道 透过动画可以看到 一拳一拳往下延伸的就是主隧道 最底端延伸出横向隧道 而横向隧道的下方 会挖出一个一个垂直的孔洞 孔洞里面的核废料 会先用铸铁包覆 外面有铜制的胶囊 再用棚润土包覆起来 以粘土块及颗粒回田 最外层还有母盐作为天然屏障 铜是一种可以抗腐蚀的材质 制成厚5公分的胶囊 可以防止地下水腐蚀燃料棒 而外层的棚润土 则是第二层保障 棚润土有点像造型粘土 具有可塑性 万一延时移动 也可以作为缓冲 保护铜胶囊 未来放置用过核燃料的孔洞 就是像这样 直径1.8公尺 伸6到8公尺 处置用过核燃料的过程是全自动 以特制的车辆装填棚润土 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准计算 同包覆的燃料棒 以特制车辆精准插进铜院土柱中 最后再以铜院土为填 而最外层的保障 则是芬兰的地址 安格洛主要岩层是花岗岩及片麻岩 在几乎没有地震的芬兰 基岩稳定 而且地下水流动缓慢 不带氧气 辅持作用降到最低 才可能让核废料与自然及人类 隔离至少十万年 十万年用过核燃料的放射性 将衰变到天然右旷的程度 这未知的未来将面临环境变迁 冰河期等自然及人为的挑战 人们其实都很肥胖 因为你对你所生的选择 永久处置 而除了用过的核燃料 电厂里还有其他的核废料 在芬兰 高阶核废料 指的是用过的核燃料棒 中间则包含核电厂的 袭底液体 树脂等 低阶核废料 是核电厂用过的 塑料包装 人员服装等 中低阶两类 在台湾都算低阶核废料 在台湾 低阶核废料曾经栖身蓝羽 目前还暂存在各个核电厂 找不到长眠之处 但在芬兰 中低阶核废料的永久处置库 就在核电厂区里 除了高阶核废料的处置库之外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整个核电区的 低阶核废料的处置厂 它是位在60公尺深的地下 通往处置库的隧道 也是在运中低阶核废料的车道 核废料先在核电厂干燥 压缩后才运来这里 Oki-Puto一号核电厂 从1978年开始运转 14年后启用这个中低阶储置库 营运至今已经27年 两个桶仓目前的储存量 大约都是50% 未来因应核电厂退役 有可能再扩建 雨核废料只有一墙之隔 对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得的体验 但Anne已经在这个核电厂区 工作25年 她完全不担忧辐射的影响 一个厂区 1600多名员工 营运三座核电厂 这里有一座中低阶核废料处置库 还有即将完工的 高阶核废料永久处置厂 所诸科学讲求标准 雨核共处40年之后 芬兰正在创造 核废料处置的新历史 芬兰的核废料处置厂 是全球第一个 即将启用的永久处置厂 全世界所有使用核能发电的国家 都面与核废料处置难题 民众的抗争更是时有所闻 为什么这个芬兰小镇的居民 愿意和核废料当邻居呢 下一个阶段的节目 我们有更深入的观察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继续带您看的是 芬兰的核废料处置厂 吸引了全球关注 到底核废公司是如何说服当地的居民 接受核废料 长眠在地下十万年 我们实地走访智库所在的 Yururaki市 这是一个只有九千多人的小城市 虽然没有直接公投 但市议会对核电的支持 一直高达七成以上 我们走访了地方政府 询问当地的民众发现 公开透明的资讯 还有独立第三方机构的监督 才建立了民众四十年来的信任 不过即使芬兰的核废料处置厂 已经接近完工 学界还有反对势力 还是一直在质疑这项设施的安全性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芬兰核废处置的挑战 芬兰核废料处置 我认为是安全性 然後管理人員是一位最大的事 黃色建築映著藍天 芬蘭西部小城Aryoki的這棟建築 曾經是芬蘭的第二大莊園 芬蘭是芬蘭的核廢料處理公司 為了爭取在當地蓋核廢料處置庫 出資百萬歐元重新整修這裡 富麗堂皇的餐廳精緻的接待式 不只標記著19世紀的芬蘭歷史 也刻畫出Aryoki這個小地方 與核電密不可分的關係 Aryoki市議會議長及市政主席 帶著我們參觀核電廠對地方的投資 核廢公司一口氣付了這個莊園 20年租金 讓市政府可以貸款新建新的老人健康中心 而除了照顧老的 小的也要兼顧 核電廠支付給地方政府的財產稅率 是2.5% 是一般產業的2到6倍 市政府每年從核電廠收到 大約2000萬歐元的稅 佔市府收入超過四分之一 核電公司除了給胡蘿蔔 也從小扎根 培養對核能安全的認同 這天我們來到社區高中 碰巧遇到議長的17歲大女兒 她說自己從小參觀過無數次核電廠 奶奶就住在核電廠外 她的後代還要跟弟弟的核廢 共處10萬年 我沒有害怕 為什麼 我不知道 人們在說話是安全的 所以我覺得是安全的 年輕一長37歲 本身是個護士 她有四個孩子 對於核廢料將長年在家鄉 始終抱持正面看法 總訪市政府 市長原本是個小學老師 他說他和家人也都相信 安格羅的安全 我家人也認為 這是很安全的系統 因為 TBO 都在這四十年都做了 做的事情 在這四十年 信任絕非一夕之間 Ariyuki的面積是台北市的五倍大 但人口只有不到一萬人 四十年前 芬蘭的第一個核電反應爐 就是從這裡開始 而這裡 也將擁有全世界第一個 用過核燃料的地下 永久處置廠 在第一步 如果公司說 不 我們不想要一個 製作廠 這製作廠 沒有辦法 分蘭核燃料 永久處置 分成三階段 1983年 芬蘭政府決定要自行處理核廢料 由長達17年的時間 決定處理原則 調查地質 並從全國四個地質 合適的地點篩選出 Ariyuki 等地方市議會通過後 2001年 芬蘭國會才確認這項政策 之後又花了14年 通過研究 釐清地下處置的安全性 到2015年 政府才核准Angelo的建築執照 未來Angelo 還需要取得營運執照 預定2024年 要開始處置用過核燃料 在這漫長的過程 民眾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及核電公司 各有不同立場 而獨立在政府之外的第三公正機關 輻射與核能安全局 就扮演重要的角色 針對核廢料處置庫 Ariyuki並沒有全面公投 我們走出市政府 試圖了解民眾的看法 路上隨機抽問 支持地下核廢料處置庫的意見居多 所以它是好給我 你覺得它是適合適合嗎 對 它是適合的 因為我工作在那裡 你工作在火車上 對 OK 所以 你… 我沒有想到 想到 安全局 安全局 不明明 你看到 你見到的 非常高 在菲律裡 我認識 那 控制和安全局 在菲律裡 是非常好 不問題 我認為 在菲律裡 我們有這份知識 安全局 系統和所有的 都很好 所以 我們需要電力 但是 沒有太多選擇 做這個 Ariyuki的市民 有超過兩成 是在核電廠工作 即使有疑慮 也不至於到 反對的程度 我們只是生活在 平常的生活 我們不太想念 當然我擔心 但是 我認為 它是很遠 所以 我應該擔心 那時候 在那時候 OK Ariyuki這個小地方 已經與河 共處四十年 居民的信任 來自生活 親戚可能 就在核電廠工作 還是每年參加的 是核電廠的夏令營 核電廠還隨時 開放參觀 你好 核電廠的遊客中心 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介紹到 YOU的起源 有1比1大小的 荷燃料棒 還模擬控制式建廠 我感覺到 有更多的知識 關於核電營的能力 我感興奮 這些東西 這天 遊客中心 有來自德國的觀光客 他們來芬蘭旅遊 也好奇 未來 芬蘭將如何透過鑄鐵 包覆核燃料 再放進銅膠囊儲存的技術 永久處置核廢料 這厚厚的銅膠囊 就是用來保護 核廢料在地底下 不會被腐蝕 不過在2012年 瑞典有一項研究 卻挑戰了這個理論 芬蘭處置用過核燃料的KBS-3技術 是來自瑞典 但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理工學院 研究發現 銅膠囊抗腐蝕的效果 並不像聲稱的有10萬年 而是只有1000年 這項研究引起國際矚目 芬蘭的反核團體 也透過各種行動 表達對核電及核廢料處置的疑慮 而在去年 瑞典環境與土地法院 也提出對這項技術安全的質疑 當研發這項技術的鄰國 本身都在辯證安全性 芬蘭卻選擇持續前進 到底核廢料能不能如聲稱一樣在地底安度10萬年 芬蘭的學界也在尋求答案 赫爾辛基大學輻射化學實驗室 有一整個團隊已經投入30年 研究地下處置核廢料的技術 地下處置庫到底會不會影響人體健康 一般民眾一年接受的輻射劑量大約是1毫希佛 核電廠工作人員一年大約20毫希佛 而芬蘭的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廠 一年大約0.01毫希佛 人類文明只有5000年 金字塔也只有4600多年 核廢料卻要挑戰放在地底10萬年 這段期間 還可能經歷下一個冰河期 核廢料掩埋於400多公尺的地下 原本地下水是無氧狀態 但進入冰河期 北半球形成的冰川 融化後 產生大量的水 帶著氧氣 有可能入侵這麼深的地底嗎 研究團隊從地質採樣中發現 頂多只會影響到60公尺深 每個國家面臨的地質及氣候問題不同 需要投入研究的領域也不同 唯有深入了解 公開資訊 才有機會解決人類自己製造的問題 核廢料可以放我家嗎 並不是全芬蘭人都願意接受 芬蘭有五座核電廠用過的核燃料 將在建設中的安格羅儲置 但北部還計劃新建一座新的核能發電廠 以及儲置庫 地點是過去全無核電歷史的 Piha Yoki 是 新的核電廠還要不要蓋 產生的新核廢料要如何就地處置 在沒有核電歷史的地方 如何说服民众都是问题 芬兰夹在大国之间 人口只有550万 花了40年 坚定地朝全球第一个 地下处置高阶核废料的国家迈进 即使芬兰经验已经领先全球 但故事依然未完待续 巡指向来是核费永久处置厂的最大挑战 台电其实也针对全台湾核式的地点 进行过评估 然而至今迟迟未能跨出第一步 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带您到瑞典 来看看他们面对核费处理的挑战 上个礼拜独立特派员的记者 深入位于芬兰核电厂地底下400多公尺 全世界第一个用过核燃料的处置库 不过芬兰的处置技术 其实来自于邻国瑞典 这个礼拜我们就要一起前往瑞典 来看看瑞典从近半世纪前 就开始研发的多重障壁处置法 所谓多重障壁处置法 是指瑞典的核电厂里头用过的核燃料 必须透过船运经过中途处置 然后将经过冷却的燃料棒 装进一格一格的柱缸里面 再用厚达5公分可以长期耐腐蚀的纯铜封装起来 这样一个罐子的成本大约是1000万台币 而瑞典估计他们用过的核燃料有12000吨 大概需要6000个铜罐 才能将所有用过的燃料棒封装后 再以海运送到位于地底下 450公尺的永久处置库 这一连串的技术 目前正在瑞典的实验室 进行严格的试验 独立特派员记者林真如 赖振元 带我们到现场一探究竟 我们现在看到被你看到 blended摃探究竟 可以做嗎 那會有一層層層層層 1.8億年紀年紀 我們需要再次100.000年紀 從綠色森林往海邊望去 核電廠就佇立在海岸 瑞典有八座運轉中的核電廠 全國用電四成來自核能 用過核燃料的永恆旅程 就從這裡開始 八座核電廠分處三個廠區 用過核燃料透過船運 運到奧斯卡港附近的 中途處置庫CLAV 四家核電公司出資 成立核廢料處理公司SKB 在地下30米建造中途處置庫 1985年以來 一共有6700噸用過核燃料 要在這裡度過3到40年 在那一年 90%的核電廠分處都消失了 然後在中途中途中途 再次的核電廠分處都消失了 水可以隔離輻射 也具有降溫的功能 放置40年後 核燃料溫度 將從攝氏250度降到100度 但要營運這樣的 失勢中途處置庫 一年需要大約5.5億台幣 因此瑞典計劃在 中途處置廠旁 建一座封裝工廠 把核燃料打包之後 永久買入地底 熱點奧斯卡港旁邊的大馬路 路邊就放著一個價值 超過台幣300萬元的銅罐 為什麼要放在這裡呢 因為就是要向民眾展示 未來裝填用過核燃料的技術 封裝工廠執照還在申請中 但SKB在奧斯卡港旁 設立罐裝實驗室 測試封裝技術 超音波儀器正在檢查 鑄鋼裡面 有沒有裂縫或是氣泡 任何一點小瑕疵 都會影響到處置安全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所謂的診施的診施 我們會有機械的痕跡 然後我們會查看 然後看到那些痕跡的痕跡 未來用過的核燃料棒 將放進鑄缸裡 不同的核電反應機組 使用的燃料棒不同 有的可以放四個 有的可以放十二個 而燃料棒要在地底長眠 這只是第一層 核電廠使用過的燃料棒 經過冷卻之後 將裝進這一格一格的鑄缸裡面 然後再用厚達五公分的 99.98%的純銅封裝起來 核燃料未來將自動化 裝填進鑄缸 每個空洞的角度 都需要精密測試 我們在調查 在鑄缸裡面的軟體 有12,000噸 需要超過6,000個罐子來裝 然後放到地底渡過十萬年 在地下渡過十萬年 在這種環境中 我們需要避免燃料 很長時間 而鑄缸很適合 所以這就是鑄缸的原因 如何確保鑄罐 天衣無縫 在地下渡過十萬年 也考驗焊接的技術 慢慢地放進鑄罐 然後把鑄在正確的溫度 然後開始把鑄在正確的溫度 然後把鑄在正確的溫度 原本銅罐體跟蓋子是分開的 每分鐘400轉的鑄頭 從蓋子開始繞一圈 相同加熱到850度 軟化罐體跟蓋子 就會均勻地焊接在一起 從完成品的橫切面來看 完全沒有焊接的痕跡 同焊接之後是否密合 也將透過超音波及X光檢驗 完成之後 透過海運送到最終處置庫 為了載運用過核燃料 SKB打造一艘運輸船 利用海路穿梭在核電廠區 從奧斯卡港的中途處置庫出發後 將向北行運到未來將在福斯馬克核電廠區 興建的永久儲置庫 我們透過陸路前往永久儲置庫預定地 距離首都市的哥爾摩150公里 穿過人煙寒至的森林 公路上幾乎沒有車 沿途除了稀稀落落的農舍 就是野生動物 SKB會選擇這裡 除了地廣仁稀 更因為當地的地質 它是非常平均 它是熱的 而且它是很乾淨 它是很乾淨的 未來運輸船靠岸後 封裝的用過核燃料 將沿著海岸運到地下儲置庫 地下儲置庫升450公尺 必須搭配特製的運輸車輛 這一切都還在計畫中 SKB也蓋了一個實驗基地 模擬未來處置的程序 這個實驗基地 距離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有四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參觀 SKB還特別掛上 中華民國的國旗 歡迎我們 晴天白日期 飄洋在實驗基地的天空 這個看起來像度假小屋的實驗室 地底下暗藏玄機 我們現在降到340公尺 然後我們會降到450公尺 儲置庫升450公尺 大約150層樓 搭電梯就花了一分半鐘 然後我們會降到440公尺 緊隧道第一印象就是到處再滴水 這裡每分鐘抽水600公升 在SKB有很多水 因為我們要求研究 所以在SKB有很多水 在SKB有很多水 比在最後的研究室 隧道裡工程車輛穿梭 避免除了標示距離及深度 還佈滿各種管線 以及試驗的標記 為了處置用過核燃料 20年來 這裡做了近5000項試驗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或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我們做了一個後面試試 很像隧道裡 模擬未來核燃料處置的方式 每隔6公尺 會挖一個 像這樣的垂直孔洞 這個孔洞是8米深 而且它是1.8米的尺寸 然後每個孔洞都會有一個 垂直孔洞 垂直孔洞就是核燃料的長棉地 而這台全自動機器人 將負責放置銅罐的任務 這是一個機器人 他負責75-80吋 他會把他背後持25吋 他會自動機器人 他自動機器人 人們坐在面上 他們會告訴他 你會做這個 他會做這個 他會做這個 SKB以動畫模擬未來放置過程 機器人就像這樣 精準地把銅罐插進孔洞裡 而在銅罐的外層 還會用這種澎潤土包覆 這是砂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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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彭瑞土的外面 還有第三層保障 就是瑞典18億年的母岩 10萬年用過核燃料的放射性 才會衰變到跟天然幼礦一樣 這10萬年對人類的歷史而言 卻像永恆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下隧道 它的岩層有18億年的歷史 18億年是多長呢 這邊有一個比例尺 它整個長度是18公尺 而人類的歷史在裡面只不過是一條黑線 核燃料要在這裡長年10萬年 等於對跨越人類歷史20倍的時間 面對這未知的浩瀚未來 瑞典政府從1972年開始 決定要自行處理核廢料 走過了將近半世紀 從地下實驗室搭電梯回到地面 只需要90秒 但瑞典政府卻花了47年 至今用過核燃料的旅程 依然無法實現 用過核燃料的多重障壁處置法 技術雖然是由瑞典研發 不過在執行進度上 瑞典卻反而比芬蘭慢上許多 原因是什麼 瑞典研發的多重障壁處置法 真的安全嗎 而瑞典的核能政策 又要如何與民眾溝通 來獲得大眾的認同 下一個階段的節目 我們會有第一手的深入觀察 歡迎回到獨立特派員的節目現場 接下來要繼續帶您關心的是 瑞典半世紀處理核廢料的過程 之前我們為您報導 芬蘭核廢永久處置庫所採用的 多重障壁處置法 雖然是由瑞典研發 不過相較於鄰國芬蘭的處置庫 已經接近完工 至今瑞典政府卻還沒有通過 建造處置庫的執照 因為瑞典有比芬蘭更複雜的審核體系 而且核能政策多年來是搖擺不定 在90年代剛開始選址的時候 民間也出現過激烈的抗爭 這些特點跟台灣的處境很像 不過瑞典核廢處置公司還有政府 以公開透明的態度來進行溝通 核電廠還拿出高達6.5億台幣的 建設基金 鼓勵自願設置處置庫的地方來競爭 甚至每年都會在地底450公尺深的 地下實驗室來舉辦馬拉松比賽 讓民眾從地底跑回地表 為的就是希望讓民眾更瞭解 實驗室的工作 還有核廢料處置的旅程 這些做法能夠獲得民眾的信賴嗎 繼續是記者林真如 戴正遠來自瑞典現場的報導 在某些人進行民眾所参加 究竟都是供應的 主政院收入旅程 二人都想要 他們採取的是 務實 公開 緊鄰波羅地海岸 人口兩萬七千人 這是奧斯卡港市 破地尼亞灣旁 人口兩萬一千人 這是東哈爾瑪市 兩個瑞典城市分處南北 卻有許多共通點 同樣地廣人稀 同樣有核電廠 居民習慣核電 甚至期待全瑞典的核廢料 都送來這裡長眠 我相信會有核廢料 我自從核廢業開始 從核廢業開始 從核廢業到核廢業 這對社群的好處 有更多工作 核廢業安全 我們在核廢業 核廢業非常好 核廢業非常好 最重要的就是核廢業 就是核廢業及核廢料 中途處置庫 全瑞典的核廢料 永久處置之前 必須在水池裡放置40年 而奧斯卡港未來 還要設置核廢料的封裝工廠 核廢業有49個人 從不同的政治組織 在核廢業的選項 在核廢業的選項 所以100%的核廢業 都選擇核廢業 封裝工廠對奧斯卡港市而言 其實只是退而求其次 90年代 他們甚至自願成為核廢料 處置庫的候選長子 為了爭取處置庫 得跟北方的東哈爾瑪市爭輸贏 核電公司拿出2億克朗 大約6.5億台幣 爭取到最終處置庫的贏家 可以分到1.6億 並迎來就業機會及繁榮商機 而輸家雖然得不到處置庫 還是可以提出計劃 申請近5億台幣做建設 鄰近的小城 從天而降將近5億 而且爭取過程 也可以申請核廢物基金 每年超過千萬台幣 月典兩個城市 搶著要核廢料的故事 只是特例 核廢料公司SKB選址作業 從1977年展開 剛開始也很不順利 1980年的時候 有很多抗議 SKB看了 農民拿著農具擋車 衝突一觸即發 出動警察維持秩序 原本合費處置選址 遍佈權銳點 引發激烈抗爭 到1993年 SKB才改變策略 請地方政府自願回覆 但即使政府願意 民眾也不一定願意 還有環境公司 都去這兩個公司 和人們討論 所以他們做了 我們沒有做 有這個公司的公司 有這個公司的公司 答案是 SKB做避免科學 所以接下來 SKB把他們的辦公室 離開了 從一開始選址 遍布全國 到八個城市 自願回覆 再過濾掉居民反對的城市 剩下東哈爾瑪 及奧斯卡港市 進行地質調查 最後選出東哈爾瑪 成為所謂的贏家 二十多年的選址路 SKB學會最寶貴的一刻 就是必須僱用在地人 跟在地人溝通 如果你們的朋友 做避免科學會 有某種類的聚會 你會說 可以來告訴你 SKB 只有15分鐘 這是很困難 很長的工作 東哈爾瑪市 最近一次民調 有79%的民眾 支持合費處置庫 當然 還是有人不買單 是很重要的 理解 很多人 工作 1000人 在一個很小的社會 工作 在 Forsmark 而 業務 不是只有SKB 但是 大量的工業 業務 投資了很多 在社會 社會 長時間 工作 成為了 報告 所以 我移動 然後 很害怕 劉勤 從小在核電廠社區長大 但他離開家鄉後 才開始想得更多 SKB公司採用的儲置技術 是以銅罐包覆用過核燃料 埋近450公尺深的地下 銅罐處置封存之後 理論上 地底將呈現無陽的狀態 銅 歷經10萬年 還可以抗腐蝕 但有科學家發現 光是地下水 就可能讓銅腐蝕 銅鋪 但從俄羅斯 從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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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FebEx 有18年 銅鋼 沒有油 只有水 銅鋼 銅鋼 很糟糕 它有很多 比想像 MKG是瑞典研究 核廢處置的公民團體 主席Johan博士 提供 瑞士核廢處理公司的研究 發現 同經過18年後 表面出現綠色腐蝕 儘管SKB公司認為 這項實驗 不足以成為威脅 但已經在科學界引起討論 問題是 它似乎是水 也會損壞銅鋼 當然 在地上總是有水 尤其是在俄羅斯 在我們的層樓 總是有水 發生什麼事 細節都不認識 但它似乎是水 的物質 其實在銅鋼上 相互相互相互相對 除了地下水 可能會腐蝕銅 MKG也質疑 SKB處置核廢料的深度 根本就不夠深 甚至可能被有心人挖來 作為核子武器 十萬年的歲月 銅到底能不能抗腐蝕 2018年 瑞典環境地方法院 也提出相同的質疑 瑞典發明出地下處置方案 但處置庫的興建 卻遠落後於鄰國芬蘭 原因就是瑞典的多重審查機制 流程是核廢處理公司SKB 提出處置計劃後 經過輻射安全局 以及環境土地法院 雙重審核 最後再由政府拍板定案 在環境法院提出質疑後 瑞典政府會做出什麼決定 是未定之天 瑞典核廢處置庫 未決的命運 就跟反覆的核能政策一樣 1995跟96年 他們先後廢掉了兩座 到了2008年決定 保持現有核電廠 百分之二十幾的接受度是這樣的 百分之二十幾的民眾說 保留現有的核電廠 但是要逐步改進 1980年代 瑞典一度決定廢核 到2008年 民意又轉彎 瑞典的核電政策左右搖擺 但不變的是 務實及公開的原則 整個瑞典的國家 針對著核電跟核廢料的處理 這個問題 他們採取的是務實公開 SKB公司有個公開的圖書館 裡面放了4800多份報告 只要有興趣 任何研究團隊都可以申請 進入地下實驗室 研究核廢料處置的安全問題 做成報告也讓民眾隨時查閱 崔大慶就是參與的學者之一 我們有一個團隊 在這兒專門做一個CAM lab 一個實驗室 把這個實驗槍 做成一個桶狀的東西 送到延時的孔道裡 瑞典四家核電公司 每發電1000瓦 就提拨0.05克朗 進入核廢料基金 提供SKB營運 從地方政府 學校 非營利組織到民間公司 也都可以申請基金進行研究 瑞典也因此累積了許多研發能量 我們做了很多研究 核營運動 在最後的研究中 第一 穩定 這是第一項目的 第二 減少量 對科學研究 採取開放的態度 對民眾更是如此 SKB公司 每年都會在地下實驗室 舉辦馬拉松大賽 你開始在450公尺 你會走3.5km 直到地面 每年都有上百民眾 因為新鮮感參與馬拉松 同時也可以趁機知道 核廢料公司在地下500公尺 做了些什麼 地下實驗室有個流水台 參觀民眾可以隨意拿塑膠瓶 裝七千年的地下水 帶回家做紀念 實驗室變身觀光景點 學生也來校外教學 我們也來校外教學 我們也來校外教學 我們隨機找了一間 在核電廠附近的學校 正值復活節假期 只剩幾個學生 但隨機疑問 對於核廢料的處置 遼弱執障 我們有500m的山 這會保持電廠附近的 電廠附近的 電廠附近的 然後還有 5cm的銀 核電廠附近的 核電公司的開放之外 政府的開放態度 也是關鍵 以奧斯卡港市為例 有專責核廢處置的官員 會聘請獨立學者專家 每年開兩到三次的 居民座談會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非常開放的議題 讓所有人都會邀請 請問問和答案 瑞典世襲的皇室 與現代民主共存 時尚貢物區轉個身 就是復古的老城區 心就交雜卻和諧共處 瑞典用同樣的公開及對話 面對難解的核能 及核廢料問題 持續進半世紀後 還在繼續前進